人这一辈子不是在赚钱 就在去赚钱的路上 谈及修行 人们总觉得应该断了成员 舍弃名利 一个人跑进深山老林里 过苦日子才对 但是赚钱能让人认清自己 我们天天照镜子 我们心里究竟怎么想的 只有自己知道 我们貌似对自己再熟悉不过了 但我们未必认识真正的自己 但是当我们想要努力改变收入布局 试图多赚点钱的时候 才发现愿望很美好 现实太残忍 为什么我们读了那么多心灵鸡汤 听了那么多的道理 却依然焦虑不安 人生99%的烦恼 都是来自生活中的琐事 2018年的时候 李嘉诚在一场讲座会 曾说了这么一句话 创造自我 追求无我 在赚钱的过程中 你可能受万人敬仰 也可能遭万人唾弃 你可能信誉雪中送炭 也可能惨被釜底抽薪 你可能登上巅峰 呼风唤雨 也可能跌落谷底 万念俱灰 做立国立民的事 乃人生第一大乐事 李嘉诚的这句话 绝不是假大空 这是一种推己及人 天下为公 立得立功的人生追求 把赚钱当作是一种修行 可以充赢我们的生命 达到内在与外在的和谐 预稻人生排山 次赚钱当作是一种修行班